俄羅斯如果在俄烏戰爭中使用核武器 哪怕是戰術核武器造成的傷亡 和對全世界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 但戰爭並不會因此而結束 來自北約的報復和反制是可想而知的 到時因為俄羅斯觸碰了全世界的底線 包括中國在內 今為止不願意對俄羅斯制裁的國家 到時恐怕都只能站出來表達譴責 甚至加入制裁的行列 這樣只會加速俄羅斯的失敗 弄巧成絕 由於使用核武器的後果太過嚴重 等同將自己放在全世界的對立面 不留任何餘地 俄羅斯這樣做的可能性很低 俄羅斯戰爭爆發以來 從普京到梅德惠傑夫 不斷有俄羅斯高層在不同場合對烏克蘭和北約發出核威脅 聲稱踩過界就會使用核武器 最近一段時間在烏克蘭攻入俄羅斯本土 美歐對戰爭介入越來越不加掩飾的情況下 俄羅斯方面的聲浪又高了起來 9月初俄羅斯副外長尼亞布科夫表示 俄羅斯修訂核戰略的工作已經進入後期階段 以應對西方對烏克蘭戰爭的參與 核戰略規定了一個融合國家使用核武器的基本原則 俄羅斯目前的核戰略是在2020年6月修訂的 這個戰略認為核武器完全是一種威懾手段 使用核武器是一種極端和被迫的措施 而目前在這裡進行的新修訂 可能會讓俄羅斯的核戰略變得更加激進和主動 放寬使用核武器的門檻 俄羅斯著名鷹派人士 俄羅斯智庫、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 卡拉加諾夫就呼籲 官方發動先發制人的核打擊 以讓敵人清醒 並且自信地認為 即使俄羅斯對北約國家發動有限的核打擊 也不止於引發全面核戰爭 俄羅斯國家道馬議員安德烏科萊斯尼克 在接受訪問時表示 世界開始忘記赤爾諾貝利和廣島的悲劇 忘記了核武器的破壞性 我們需要在某個地方 某個試驗場引爆一火核彈 這樣就牽涉到俄羅斯戰爭以來 全世界都在擔憂的一個問題 就是俄羅斯會不會在被迫到長角 或者面臨戰敗的前景情況下 聽而走險使用核武器 將全世界拖入核戰爭的禮談 目前全世界實際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有9個 所擁有的核彈頭超過12000枚 俄羅斯擁有其中的近6000枚 除了部署在俄羅斯本土 也有一部分部署在白俄羅斯 今日俄羅斯的核武器 主要由國防部下核的第12總局負責管理 而啟動核武器必須先取得俄羅斯總統的授權 再由戰略火箭軍負責操作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伯恩斯 最近在倫敦參加金融時報舉辦的一場活動 在回答觀眾提問時透露 在2022年秋季烏克蘭軍隊成功發起哈爾科夫反擊戰時 哈里姆林宮看起來準備使用戰術核武器 為此美國總統拜登曾派他去土耳其伊斯坦布爾 與俄羅斯對外情報局局長納雷什金會誤 專門警告哈里姆林宮使用核武器的後果 其後美國公佈了俄羅斯戰術核武器在全國47個地點的分佈圖 此舉是展示他對俄羅斯核力量的了解程度 進行威懾和警告 美國總統拜登也放出狠話 如果俄羅斯夠膽使用核武器 就令他們變回戰民時代 很明顯對俄羅斯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不弱是嚴肅看待的 根據爆炸的當量 核武器分為戰略核武器和戰術核武器 前者的爆炸當量高達8萬噸級TNT 後者通常隔於1000噸到10萬噸之間 1945年美國投在日本廣島和長期的兩火原子彈屬於戰術核武器 但是都造成了數十萬人的傷亡 俄羅斯如果在俄烏戰爭中使用核武器 哪怕是戰術核武器造成的傷亡和對全世界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 但戰爭並不會因此而結束 來自北約的報復和反制是可想而知的 到時因為俄羅斯觸碰了全世界的底線 包括中國在內 今為止不願意對俄羅斯制裁的國家 到時恐怕都只能站出來表達譴責 甚至加入制裁的行列 這樣只會加速俄羅斯的失敗弄巧成絕 由於使用核武器的後果太過嚴重 等同於將自己放在全世界的對立面 不留任何餘地 俄羅斯這樣做的可能性很低 俄羅斯這兩年不斷發出核威脅 都是在俄烏戰爭形勢對己不利的時候 發出核威脅的目的是要告訴人 它還有很硬的一張牌 阻止對方更進一步 本質上是防禦性的而不是進攻性的 事實上俄羅斯在不同場合也多次說過 沒有必要使用核武器 這樣的說話 儘管俄羅斯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很低 但另外兩種可能性不能排除 一種是俄羅斯可能恢復核子試驗 第二種是可能使用威力巨大的非核武器 目前合法擁核的五大常任理事國 也就是中國、俄羅斯、美國、英國、法國 以及不合法的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 在1998年之後都沒有再進行任何核子試驗 因為199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全面禁止核子試驗條約 聯合國五常都簽了字 印度和巴基斯坦沒有簽字 朝鮮當時簽了字 但在2003年宣布退出條約 並且在其後進行了六次核子試驗 不過簽字並不代表萬事大吉 條約還需要各國立法機構的批准 英國、法國的議會在1998年先後批准了該條約 俄羅斯國家道馬在2000年的時候批准了 中美兩國就是簽了字 但國內的立法機構沒有批准 2023年10月 俄羅斯國家道馬撤銷了對全面禁止核子試驗條約的批准 令俄羅斯回到了中美的狀態 也就是替約 但國內沒有正式批准 而前面提到的俄羅斯議員 科萊斯科尼的建議是學習朝鮮退出條約 並且重啟核子試驗 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另一種可能性是俄羅斯前總統梅德韋傑夫最近說的 他在9月14日的時候表示 如果烏克蘭使用西方遠程導彈攻擊俄羅斯福地 俄羅斯不排除使用除核武器以外的新武器摧毀烏烏克蘭首都幾乎 梅德韋傑夫的表態引發了外界對俄羅斯可能啟用炸彈之父 也就是FOAB的擔憂 FOAB是增強威力航空溫壓炸彈 是一種威力巨大的飛合武器 其工作原理是通過在空氣中產生高壓衝擊和長時間燃燒 對目標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俄羅斯於2007年首次公開展示了這種重達7100公斤的巨型炸彈 其爆炸的當量相當於44噸的TNT 上述兩種可能性雖然比動用核武器大得多 但目前看來可能性依然是很低 俄羅斯決策者雖然魯莽但並非不計後果 俄羅斯未來大概率會通過修訂核戰略 放鬆使用核武器限制的方式進一步傳遞核威懾的信號 試圖阻止北約進一步援助烏克蘭 同時將戰爭拖下去指望烏克蘭支撐不住 滿足俄羅斯的條件 未來俄烏戰爭仍然要通過談判和彼此一定程度的讓步來解決 當然這個過程可能會相當漫長 喜歡明家分析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